美国副总统彭斯昨天表示 川普愿意退出预定在下个月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 史无前例美朝峰会 上周朝鲜谴责美韩军演 并停止朝韩高阶会谈 给川金会是否仍会如期举行 画上问号 彭斯认为朝鲜不应该试图用 不打算遵守承诺 来寻求美国做出让步 彭斯直言 金正恩如果认为他 可以把川普玩弄于掌中的话 那将是大错特错 更多关于美朝峰会的消息 尽情锁定新闻时事报 记者孙宇山整理报道